大家好,回到我們夢想成婚的時間 繼續有TASY在陪著這些 還有Jack在我旁邊 Jack歡迎你繼續我們夢想成婚 好 剛才我們說了那麼多不同的磚石 如何分漂亮、不漂亮 或者如何分別的顏色、紅色 現在我們回到中式那邊,談談金氣 但這次不是賣了,談談租 對,沒錯 其實為何會有出租首飾這件事 其實我們公司一直希望做到一條龍服務 所謂一條龍服務 其實就是由買鑽石求婚開始 到結婚對戒 甚至乎家人買給新娘的一些 嫁妝或者一些鑽石 我們都希望幫到手 結果就是說 最後他們的feedback就是 他們都希望在結婚當日用的飾物 我們都可以幫到他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補石鏈可以借給他用 但是除了補石鏈之外 竹金其實在我們珠寶行業是另一個範疇 但是我們都希望在這方面幫到新人 所以我們都會買入一些竹金的產品 很容易投資 但其實不是人人買得起的 如果租的話 其實在香港來講 現在是否普及呢 其實出租這個服務 我們都做了八年了 其實很多客人的feedback都說 說真的我們首創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首不首創不重要 最重要是選擇多不多 或者那個信心這樣說 他們去到一些我們其他的競爭對手 他們都會發覺 其實他們只有四五隊龍鳳鴉 就說出租服務了 但是我們在說 我們現在是有五十多隊的龍鳳鴉 是可以給客人去租用的 那一看 擺出來的牌場 或者龍鳳鴉的數量 客人是會有信心很多 而且當他們知道我們的背景 其實我們是賣鑽石為主 這些都是幫大家手 那客人的信心就會強了很多 完全是浪漫 那麼十對都擺出來 也都帶了很多圖片給我們看 其實原來龍鳳鴉有這麼多不同的款式 好像在一隊那樣 這一隊我們是叫做九龍鴉 其實一隻鴉上面有九條龍 但是這一種鴉 以前我們父母那一代 是差不多七兩或者八兩一隊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這一隊 都只是三兩左右而已 原因就是說用現在的技術 用電鑄的方法 去做一些這樣的龍鳳鴉 你會看到那條龍是凸了出來的 但是在裡面看它其實是空心的 但是以前傳統的 它都會是實心的 那條龍是實心的 其實都是市場滿足 就是那些商家滿足市場的需要 就是說原來有人追求要九龍鴉 但是金價這麼貴 所以它就用一些新的技術 去做同樣的產品出來 但是好像你剛才跟我們提到 那時候說過 說這些龍鳳鴉鴉 說很開心 我沒有穿過鎬 又沒有碰過這些鴉 我現在做這個節目 什麼都做了 它裡面是有一些粒粒的位置 就是電到進去的 但是以前是實心的 為什麼現在那些輕瘦了這麼多 以前那些很重 比媽媽的年代那些 好像 沒錯 剛才說過 其實剛才那些九龍鴉 它以前那條龍 因為它都是人手做的 那些龍鳳鴉 它變了它都會是實心的 那條龍 但是現在它就是 簡單點說 是賭帽的 賭帽的時候 它又可以做到空心 就可以令到金額 金的重量少了很多 但是外觀上都有同樣的看法 那這個就是科技帶給大家的好處 其實我想問一下 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產品 可以租賣出去的時候 多數是哪類型的顧客比較多 其實什麼類型的客人都有的 那看回有一些 其實家人都已經準備了一些金器 給他們好日子用的了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說 索性全部都是去租用 因為他覺得 拿些錢去買 買對錶可能來得實際 又或者買一條鑽石手鏈來得實際 因為舉例 一條鑽石手鏈 整條都是寫的 以後的新兩樣都可以用得到 但是 價錢比現在台面的這個龍鳳鴉 便宜一割 現在這個龍鳳鴉三兩 如果用今天的市價 你在外面買要過五萬元 但原來買一條 整條都是鑽石手鏈 只是兩萬多三萬元 變成有些客人就會選擇 與其是做一個紀念 我倒不如買一條鑽石手鏈 以後用得到 我也喜歡鑽石手鏈多一點 聽起來 所以這些客人就會這麼租兵 不是可能經濟不好 而是又可能覺得 為何我要這麼做 我也覺得很對 我也會考慮一下 就在龍鳳鴉金珠之外 我看到也有鑽石鏈 剛才跟我說兩萬多元一條鑽石鏈 我們做保釋鑑證的 我們都要用放大鏡 才可以看到這條鏈是假的 但問題就是在這裡 如果我租一條 真的鑽石鏈鏈給你 你又拿回一條 真的鑽石鏈鏈給我 理論上是不是應該解決了這件事 是啊 但原來我顆顆都是D color給你 你顆顆都是K color 黃鑽鑽的鏈 拿回來給我 在法律上 你是履行了你的責任 就是你給我一條鑽石鏈鏈 但是原來那些鑽石的質素 已經全部換了 那價錢可以差很遠 所以在技術上 我們不可以租一個 真的鑽石鏈給你 反過來我肯租給你 你都會害怕 真的啊 沒錯 其實一條真的鑽石鏈鏈 好像這些 大概10萬元左右 但是現在這條所謂的保鑽鏈 其實它的成本都不低 它都要15000元左右 因為它雙石的手法 甚至乎金的成份 都是真的做法 純粹假的 只是那些不是鑽石 而是保鑽石 而是保鑽石 其實它的手法完全是一樣的 但是它仍然是這麼漂亮 這麼得體的 那我想問回 我也很想租借地帶 其實價錢是怎樣 或者什麼手法可以做到 其實農奉額 我們那些全都是四條九的 足金農奉額 所以它有一定的耗損 所以我們都會收回一個租金 租金我們就由500元到1800元不等 價錢就取決於款式 所以我們都會收回一個租金 甚至乎你是在我們公司賣鑽石 是求分的 我們都會免費借給大家用的 甚至乎你要租幾件租金的產品 我們都會免費借給你們用的 項鍊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不是說你買不起或者怎樣 其實你買了之後 一個款式 你可能去一次派對 兩次派對 頂籠三次 你就開始悶了 那也是 但是一條十多萬的鍊 你帶三次就不帶 又好像有點浪費 所以有很多客人就選擇去租用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租用的客人的客路 其實是很廣的 有一些是真的買不起 但是也有一些其實是不想浪費 他已經有很多人在家 他根本不想再買一個不同款式的鍊 因為他覺得是浪費的 所以希望能夠滿足大家 結婚的時候需要用珠寶手式的產品 所以我們盡量配合 那講的是造容 但是其實如果真的拿了你的東西 走了老 這樣也挺危險的 會不會有一定的保證金把呢 其實過程很簡單的 按金是一定需要的 不過是在你拿走那個農貨額的時候 我們才會計算的 那其實整個過程 一般都會有個客人 在結婚前好幾個月 他會上來我們公司 去看一看那個農貨額 會不會貨不對版 或者跟影相會不會有些什麼出入 那通常他看完實物之後 他就會說 譬如這堆農貨額我挺喜歡的 那他就會做booking 等到他好日子那天 就可以用到這堆農貨額的 那下booking我們只需要收租金的一半 那舉例農貨額租金是1000元的 我今天就會收500元 那幾個月之後 好日子前一天他就會來拿 拿的時候就會給了租金的另外一半 那租金的1000元就給了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也會收了按金 因為那天拿走了我的農貨額 是一個捉金的產品 所以我們也會根據那天的金價 去收按金 譬如那天的金價是1500元一兩 你拿走二兩我就收300元的按金 按金就會用信用卡 不過數的形式收的 那到你用完的產品拿回來的時候 我們檢查那件產品沒問題 我們就會退回按金給你 哦 明白 即是收回原價 沒錯 那你不會虧的 OK的 OK的 但其實也很危險 這些龍鳳亞和金器那些 雖然說是金 但是真金比較遠一點 沒錯 很容易會坑爛或者有什麼損耗 那客人怎樣保障自己的利益 可能他 你貴公司的東西當然沒事 但可能他真的太大力 磅磅磅磅磅 那他怎麼辦 很可憐的 其實租用產品 我想大家都可能在不同的情況下都試過 可能去租車或者租其他東西 最怕就是那個租用人 是會取巧 甚至乎他會逐點屈你們 去弄壞了他的產品 而要求賠償 其實在我們那裡是很簡單的 首先我想 我會建議客人選擇一些商譽好一點 甚至乎實力比較豐厚的公司 舉例 如果你說他只有兩三隊龍鳳鴨 我建議你不要租了 因為他只有那兩三隊 有什麼事 他一定是找你開刀的 但如果舉例 我們公司有很多一隊的產品 有五十多隊 有什麼事 其實我們都會磅磅磅磅磅磅 但條款就有存在 如果你說真是這麼不幸 弄壞了龍鳳鴨 那我們會怎樣扣呢 是不是剛才那個例子 我們會扣完你那幾萬元的按金 絕對不是 因為幾萬元純粹是金的價值 我們會在你租用龍鳳鴨的時候 我會在你面前秤龍鳳鴨 譬如他有三兩重的 我們就會在單上清楚寫明 是三兩 到時拿回來 如果他只有二兩七的問題就出現了 因為通常一件事只會發生在 撈亂了龍鳳鴨 為什麼二兩七呢 偷了幾年 因為他不會 說真的我們做了八年這個服務 沒有一個客人是會這樣去換了龍鳳鴨 可能就是說 家裡太多龍鳳鴨了 他拿錯一對回來 就拿到回來我們一租 咦 二兩七 跟我們那三兩不同 我們就會發現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會通知客人 那客人就會回家拿回那一對 其實這些都挺有趣的 因為試過有客人拿輕一點的回來 當然不行 也有客人回禮給我 就拿一些重一點的回來 我給三兩去給四兩 我都挺開心的 其實都很均真的 因為會在他面前撐 原來發覺有問題 會一起來 即是立即回收 讓他去做一個follow up action 另外剛才說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爛了 因為金的重量沒有變 唯一不見了是那個手工 我們只會收回手工的錢 但是每隻龍鳳鴉的手工都會有不同 那不是口同比咬嗎 我說這隻龍鳳鴉十萬九千七的 那就大件事了 其實我們都會在單據上面 清楚印明 就是說如果龍鳳鴉有人為的損壞 我們公司只會收回租金相同的賠償金 而金重的差價是會分別計算的 即是如果你租三兩 你爛了 但是你一樣給我三兩 我們只會收回租金相同的賠償金 但是如果你說 即是在過往的八年裏面 我們扣了人多少錢呢 其實我想五次都沒有 因為象徵式的 即是我們都希望客人 就去小心點去使用他的龍鳳鴉 就不希望他 即是你不要去打kickboxing 帶著那個龍鳳鴉 那就大件事了 那反而就是希望他小心點使用 當自己的就可以了 輕微碰撞一點都不介意 反而就是難度一個程度是救不上的 而是很刻意地見到有一個破壞的情況出現 我們才會扣錢 在過往八年我想五次都沒有 嗯 真的所有客人都比較好的 說真的 都是結婚的大喜日子 都不會做出那麼傻的事 我們看了那麼多那麼漂亮的龍鳳鴉 聽了那麼多規條 以及怎樣租發之後呢 我們現在去一個廣告轉樓 回來繼續夢想成婚 臨場試練大師展言 就是我們2011全港師爺大賽的口號 我很希望你會來參加 2011全港師爺大賽 臨場試練大師展言 快點登入Facebook HKMC2011 給個like 給個like 給多點like 而我們的口號是 臨場試練大師展言 臨場試練大師展言 日定來了 由漁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榮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韓國業都有汗馬功勞 你在哪些行業曾經出力過呢 我又在哪些行業那裡默默耕耘 透過各韓國業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韓國業你不用錯過 飲食適香味俱全 是否有足夠營養家 生活的壞習慣 如何影響我們健康 吃些甚麼才能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點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以前在電台 甚麼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訪問過 現在我準備了這間會客室 訪問我的一群好朋友 每集他們都會和大家 講一下近況 聽一下心事 想知道如何享受優質生活 安期會客室 約定你 準時見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夢想城 繼續有TESSE在陪著你們 剛才我們說了那麼多出租的服務 看了龍鳳鴉和頸鏈 知道那麼多規矩之後 其實我想看看龍鳳鴉的款式 小女兒也想 結婚當日有些很漂亮的龍鳳鴉 一定有龍鳳鴉 好像現在圖片看到的 它不單止有銅有鳳 它中間還有一個喜字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普及的款式 好像這個款式沒有一個喜字的 它只有龍和鳳的 這個這麼有趣的 這個為什麼好像有點了精 其實這個款式有紅寶石的眼睛 龍和鳳的眼睛都分別用了紅寶石去做 這個好像又不同顏色 好像啞色一點 對 其實這個款式的目的就是希望等 當你戴好幾對的時候 會有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全部都閃亮亮的時候 就好像很悶的 這個就會做得啞身一點 甚至乎現在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閃沙 其實現在市面大部份的客人都會喜歡 這一種款式 因為覺得它很閃的 這些都是一些普通的閃沙系列 龍鳳中間有氣字 大多都是旁邊有龍有鳳的有氣 這個也是龍 這個款式我們就叫它四起臨門的 其實你現在同一時間 你會看到有四個氣字 但其實每一隻眼睛的前面和後面 分別都有兩個氣字 換句話說 一隻眼睛上面有四起 現在這樣拍攝影相也都有四起 這個情況也是一樣 不過那個氣字的形狀會有些不同 其實寓意就是四起臨門的意思 明白明白 這個很有趣 這個款式就是 一隻眼睛上面有兩種看法 一邊有個氣字 但它的背面其實就是有個心心相印 有兩個心在那裡 好舒適 而且你看到那些花都是通洞的 通花的 這個比較適合年青人 大多一點 是的 這個款式其實就比較幼身一點 因為它的重量就去了那個金屬邊 這一種我們行內就叫它做一個菠蘿邊 其實好像一個波浪一樣 那個波浪其實傳統上就會厚很多 重金很多的 所以這些老人家就會比較喜歡一些 現在這部影片見到那個喜子 其實它中間是通洞的 都是一些特別一些新的款式 我們看了那麼多不同的龍鳳鴨款 其實都挺大的不同 跟我以前看電影的那些 口舊一舊一舊 一直震 身量很重很重 但現在我看到還是比較輕巧 一些款式比較多 一些很漂亮很可愛的心形 有些通洞的都有 但是其實現在會不會是注重款式 多個金的重量呢 其實款式都不是很講究的 大家都 反而都是很實在 究竟多少錢 都是究竟多少錢 沒錯 所以我們很早期 我們都會有一些 小隊的一兩兩半的龍鳳鴨出租 但是整個整個客人就會說 我反正都是租的了 價錢又欠不到多少錢 倒不如我租到大隊一點 所以現在我們都會是三兩為主 是的 反正你都是租多幾百元 沒錯 為何不帶出去的時候 好看一點 其實租金都是差二百元 二兩和三兩 所以客人都會租 不如租四兩五兩 我想問最重的龍鳳鴨 有多少兩 其實我們最重的那隊有五兩 但是那隊都很少人租 因為那個按金那隊都很厲害 而且很重 是的 拿著一整晚都很深 我寧願多帶幾隊 不是那麼重 我覺得會有型 還有現在香港女生 很多都很瘦 變成了她的手 不是說戴得很大隊 而且當她很重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闊了很多 感覺上就好像很累贅 所以客人都不會很刻意追求很重的龍鳳鴨 剛才我們看了那麼漂亮的龍鳳鴨 阿爵也帶了一些頸鏈的圖片給我們看 因為我沒想到原來金的頸鏈 轉石的頸鏈 這樣的款式可以出租 原來不只在首飾店才會看到 好像這些款式我們叫龍鳳鴨 中間也有一個心 就是心心相忍的意思 這些都是一些傳統的款式來的 客人很多時候都會喜歡這些款式 因為這些款式 無論你早上穿掛出門的時候 甚至乎到晚上穿著一件西式的晚禮服 你戴這個款式都好看的 好像現在看到的花鏈 其實這些花鏈 很老實說 除非很大條 否則你早上穿掛的時候 你會不夠那件掛搶眼的 因為這件掛本身很多金絲銀絲都很閃 變成帶花鏈可能不是很起眼 反而這個產品在晚上穿晚禮服的時候 會舒服很多 那是啊 我都看到很漂亮的 那些花花的設計 這個還好 這個是心形來的 沒錯 這個是一個心形的頸鏈 它全部都是用磨砂的形式去做 其實就希望無論在穿掛 和晚上穿晚禮服的時候 這一條鏈都可以比較突出一些 那晚禮服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穿掛的時候 既然那件掛那麼閃 我就用一個不閃的頸鏈 放在上面 這樣就會突出去了 嗯 那這些都是一些大條一點的頸鏈 好像這個差不多四兩重的頸鏈 無論你穿掛 穿晚禮服都一樣很有看頭 好厲害 它雖然是通窗 但是它也挺大的 是啊 其實這個款式 甚至乎有客人租完之後 他說 他早上就戴了頸鏈 但是晚上的時候 他們的化妝師 都幫他們想了一點點花款 就幫他做了 將他轉做一個頭飾 是啊 很難問 其實都很有心思 但是我就很難想像 後來都問他拿照片看 但是這麼大的東西放在頭上 就遮蓋了 嗯 還有什麼 真金來的 會軟的 對 沒錯 有沒有弄了一點掃血 損耗一點點 其實都沒事 我們都是那句 少少損耗 我們一點都不介意 我們剛才看了這麼多不同的竹金鏈 也有變成頭飾的例子 我們一定要看回我們的主角 我們的珠珠 因為說真的 雀狂最好都是襯一件事 沒錯 這個金珠 我真的想知道 什麼時候開始流行的 其實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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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到尾都是希望新人可以快結婚之後 可以快點生小朋友 快點有范子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但我想問為什麼是一隻大媽媽 下面是六隻 為什麼一定是六隻呢 有沒有什麼意思 其實沒什麼意思的 純粹是… 純粹是好看的 但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就不會有別的數目出現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是真的沒什麼意思的 但有些銷售員會說 怒怒無窮 好的 都要找些東西說的 是啊 其實一個這樣的捉金豬牌 在租用上是很多人喜歡的 除非女生很抗拒 因為說到尾都是一個女生自己長大 其實一個這些豬牌 在穿掛的時候 其實那個效果是很出的 因為它一個實體 在掛掛上面是會很出現的 就不會像剛才花鏈那樣 就會有那個 和一件掛鬥牆鬥閃的東西 對啦 但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多數都是見 但是這個尺寸 會不會有些再大一點 其實很少再大的 反而現在市面就有一些 有些小一點 三隻 是 一隻大豬 下面再扔兩隻小豬 小豬下面再扔小豬仔 這麼有趣的嗎 就是代表四代同童 四代 這個OK的 但這個可能比較新一點 我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租一個EB牌 這個多數是多少兩重 其實這些就是大約兩半到二兩重 那我們的租金是大約六百元左右 那這樣都OK的 三天兩夜 是啊 沒錯 去Cair那樣 我們租的產品 全部都是三天兩夜計算 其實就是新人 好日子前一天來拿 然後好日子他經常用 好日子之後第三天 就還給我們就可以了 其實阿傑你也說了 你在做了這個行業 租金也有八年那麼久了 其實這八年裡面大部份的新人 他們多數喜歡租用什麼產品 比較多呢 其實大部份客人都會是龍鳳鴉 和頸鏈的 那如果說比例上 一定是龍鳳鴉多一點的了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說 頸鏈都開始多人租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就希望這條頸也有些東西帶下 譬如甚至乎 家人是買了龍鳳鴉的 可能忽略了沒有買到頸鏈 我們都希望租用頸鏈 都是好日子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說比例上 一定是龍鳳鴉居多的了 那倒是呀 因為始終龍鳳鴉 很少人買 然後你不會帶出去的 對不對 但是不是的 我們的金價其實都可以的 吃晚餐放在家裡 儲存也不錯的 或者媽媽見到 女女租了帶得很漂亮 和你買回來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也不收用金是不是 謝謝你 來到你夢想城分道 說了那麼多不同的知識 給我們聽 也帶了那麼多 很漂亮的金色 和圖片給我們看 我們今集時間到了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